Hello 大家好 各位早晨 有一段時間沒有拍片 現在看到我後面就是我家新居的花園 最近搬屋 還有幾個香港人過來 我們要結束 有些時間所以沒有拍片 現在我們一齊看看我花園是怎樣的樣子 首先第一個看就是這個雨水收集 現在我們要淋花 順手看看花園 下雨的水就會放在這裡 最近英國製水 所以這個就很有用 我們就不用水喉水淋花 拿一些雨水淋花 這裡也有一個 這個就是有個火爐 冬天可以在這裡透火 然後坐在這張搖搖千秋 這樣玩 這裡有一天不搞它 那些蜘蛛網就出來了 這個以前是溫室來的 上一手業主他會在裡面做運動 我們就拿來放雜物 以前我看到他有個空中跑步機 電身單車很厲害 現在我們一齊走下去淋花 先去淋花 這裡剛才我淋了 那 再淋一點 因為最近天氣比較乾 他說沒有下雨 水位不夠 所以水位不夠 就不能用水喉來淋 這棵是無花果 有沒有果體 沒有果 之前這裡有兩個大果 已經掉了下來 我們 沒彩沒收 但是有很多啤梨 這個是 這兩個星期的收成 已經放在這裡 我們要遲些有空 打算拿來做果醬 這樣的東西 這裡有一棵蹄子 其實蹄子應該九月才到期 但是現在 你見到很多果 在這裡 蹄子 不知道好不好吃 它變了色我會吃 我會試一下 告訴大家 好 我們繼續走 有些芬衣草 先淋點水 其實 他說 早上淋水是最好的 這樣 我們都淋一下 雖然應該不夠 最好 最主要是教我天下雨才行 才行 都給它淋一下 不要讓它這麼乾燥 去到這邊 就是 另一個 狀況 就是三間小木屋 裡面有些 有些 有些 有小烤爐 有 有剪草機 有些 冬天燒的 木材 會在這間屋裡 這裡有個單車 這裡 有一棵 我太太移植了 過來的蕃茄 在舊屋 是她朋友送給她的 已經紅了 她又不窄 這隻叫 我看 看書 查看 它叫 Japanese Rose 應該不能吃 後面那棵也是提子 來的 一起來看看 這抽提子 沒有果抽這麼多果 但是也有些果 還有大顆 不知道好不好吃 多少 這棵是 Pum 梅 西梅 挺好吃 很甜 我自己吃了一顆 有一個小木 小木 是吧 有一個 我不知道 木造的地方 有一個大棵啤梨 它今年很好果 已經掉了 差不多三分之一 下來的了 還有這麼多 硬身一點 就不是我們平時軟的 要放一下 是甜的 是好吃的 那些 我們都沒有收拾 有些 昆蟲 雀吃 然後做肥料 這棵是蘋果樹 是酸的蘋果 來的 是青蘋果 拿下來 可以 加糖煮 用來做麵包 做果醬 或者 Apple Pie 那些 還有 還有 上一首 有這個 哥爾夫球 連綱給我們 可以在這裡玩一下 對於小朋友 隨著兒子 三日妹來到 他們都 玩了一會兒 都挺開心的 好了 這個就是 約莫看看我們新居的花園 就是這樣 要打理一下 但是 我們 給點時間 冬天就不用 怎麼打理 因為他們 那些草 不會那麼生 好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